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 就是神对世人的爱是有差别的还是无差别的 神对罪的恨物是有差别的还是无差别的 以及基督徒对于政治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这个事情是有一位弟兄姐妹 他在读耶利米哀歌13章22节 讲到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他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问我 他说神让以色列被掳 让他在列国之间被抛来抛去 但最终却没有使以色列消灭 而是让他们归回不再敬拜别神 而相比于旧约中的其他国家 埃及巴比伦索多玛俄摩拉 神却让他们消灭 是因为这些人的罪恶比以色列来说 深重太多还是单单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呢 理论上来说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和怜悯不是应用于所有人吗 还是只对他的选民呢 这个我的回答是 这个以色列不至于如其他古国一样被消灭的 根本原因是以色列他跟神有约 神是守约的神 他答应赐福给亚伯拉罕 让他的后裔多如天边的星和海边的沙 他就必做成此事 如果这约定的成就 如果是在乎神能合作的话呢 那么人违约了这个约就废了 但是呢 神是当方面立约的神 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二节 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一个睡着的状态 而且呢 约都是需要中保的 当这个约被破坏的时候 中保需要负责仲裁 以及违约赔偿之类的事情 而迦拉太书的三章二十节讲到呢 神是当方面做中保的 换句话说 这个约的生肖和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后人是否违约无关 而是立约的神和中保耶稣基督 全权负责此约的有效 这不是说无论人如何败坏 都可以在神的约上有份 而是说人再败坏 神都能在败坏的人群中 兴起他自己的百姓 存留尽全族裔的羽种 施洗约翰警告以色列的 这些宗教领袖说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可见人无法败坏神的约 人只能败坏自己 同样的真正的基督徒的信心 一定是能够坚持到他离开人世的时候的 这也是出于神的拣选和神的保守 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 对比于许多已经消亡的古文明 以色列能够存在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跟神有约的关系 那么我们延伸一步讲 整个人类历史的真正核心重点 是神的约 那么第二个问题 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和怜悯 是应用于所有的人吗 还是只对神的选民呢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人的原有观念 需要被圣经更正的地方 神的公义 慈爱 怜悯 确实是应用于所有人的 然而神的爱是有分别的 同样神的恨也是有分别的 神爱世人 让日头造义人也造歹人 但是呢 神尤其爱他的选民 看他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仁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7章的 大祭司的祷告中 祷告说 他不为世人祈求 乃是为门徒祈求 他为门徒求什么呢 他为门徒向父神求保守 求合一 求成圣 求彼此相爱 这些都是在神的预约当中的关系 并没有世人什么事 约翰福音17章的第9节 主耶稣说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为他们本是你的 约翰福音的13章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 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 但并未要求门徒 用同样的爱来爱世人 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劝勉当尽力行善 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更当如此 保罗也刻意显示出 对主内弟兄姐妹行善的强调 他说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 总之神对基督徒的爱 和神要求基督徒 对主内弟兄姐妹的爱 和对世人的爱 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这是一种约的关系里面的爱 这种有差别的爱 强调突出了神的约 而世人所以为的无差别的爱 那不是神的爱 也不是真正的爱 试想一下 如果一位丈夫 她对她的妻子说 我爱你 我爱你和爱 所有别的女生都一样的 我都是一视同仁 那这位妻子应该怎么样呢 她应该一脚把她踹出去 很多不明白这点的 教会和基督徒 他们在传讲神的无差别的爱 其实是损害了 神的爱的价值 传讲了廉价的假福音 也终究失去教会的见证 因为没有真理的一团和睦 并不彰显基督 我小时候是信佛教的 我也见过佛门师兄弟之间的和睦相爱 丝毫不在教会的团契的这种感情下面 难道他们的彼此相爱能够显示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吗 当然是不能的 他们的彼此相爱和基督徒的彼此相爱 所区别就在于基督徒之间有一个共同的韧性 就是关于神的约了 所以游位牧师他充满嘲讽的说 现今的许多教会是把耶稣赶出教会 然后彼此相爱 因此教会的神学争辩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我们要守住 我们被托付的真理 然后才是在这真理的基础上的 彼此相爱 以妥协真理为代价换来的和睦 在神眼中是毫无价值的 许多的Libro的教会就是这样产生的 而他们在神的历史计划当中 失去正面的功用 曾经有一位传道人来我以前的教会面试 我在网上听到有人说他是Libro 但这毕竟是别人的观点 要眼见才为实 结果他面试的第一堂讲道 就讲着神无差别的爱所有人 我立刻就可以确定他是Libro 因为神对教会的爱 和对世人的爱的区别的分界线 正是福音 所以真教师的教导和使命 正是要突出并守护那分界线 这是对教会的保护 也是对福音的忠诚 模糊这界线就等同于模糊福音 模糊福音的正是假教师 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样神的恨也是有分别的 从神灭绝索多玛就可以看出来 全世界都不认识神 各拜各的偶像的时候 为什么神独独特别出手 灭绝索多玛和俄摩拉 神不立刻施行审判 就是给世人以悔改的时间和机会 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这种行恶太过分 以至于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的时候 神必须立刻出手灭绝他们 神恨恶他们到了不能忍的地步 这就如同外科医生用刀挖去腐肉一般 他是为了要保护全身的健康 那些被灭完的古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凶暴残忍用人献祭 借着神的启示 从历史的进程 我们也能够看出神的心意来 如果教会不传讲神的有差别的恨的话 基督徒对于罪就不敏感 以为反正大家都是罪人吗 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以恩典之名 纵容罪恶 赞美神的同时 做或者支持神看为可真之事 那么圣经中有很多讲到神所恨恶的事情 我现在来给大家读一些经文 生命纪十二章三十一节 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像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正贤 所恨恶的一切事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陷于他们的神 生命纪十六章二十二节 也不可为自己设立助向 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 诗篇第五篇第五节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诗篇十一章第五节 耶和华试验一人 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恨恶 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 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 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而现在的这些教会 甚至基本上没有传讲神的恨的 更不用说区分差别了 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 原来神还有恨 这样教会便没有如神一样的忌邪的心 也不认识神的大而可畏 神被描画成白胡子的圣诞老人 只送礼物没笔记 你爱怎么样都行 这其实是败假神 圣经里面的神是大而可畏的 这真是祸哉 有许多弟兄姐妹 他反对基督徒参政的时候 他是没有看到神在政府中的心意 神是全地的神 不仅掌管教会也掌管世界 龙瓦书四三章讲到执政掌权者 是神的用人 既然他们是神的用人的话 神在他们身上就不会毫无心意 神在政府身上的心意 就是执政者 他必须按着神所造的良心 虽然这个良心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被玷污 但是人还是有良心的功用 还是要坚持的 这个执政者 他必须要按着神所造的良心 按着神的公义的原则 来执掌政权 来赏上罚恶 免得百姓快速的灭亡 所有的改教家都认同同一个观点 就是最烂的政府都好过没有政府 无政府状态呢 是最接近于人间地狱的 所以基督徒对于政府的正确期望 不应该是政府帮助教会传导 而是监督政府尽可能的 按照符合神心意的方式来运作 减慢社会的腐坏速度 教会作为整体 不应该与政府有太多的连接 但基督徒作为个人 也是社会的成员之一 可以也应该积极的参政 以自己可以的方式 尽量的促成政府 按照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运转 尤其是在有选举权的国家 基督徒是不能逃避这个责任的 因为如果基督徒弃权了 那他不是没有做出选择 而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 基督徒处于今世 就如同罗德处于索多玛 你要么尽力的改变索多玛 哪怕这个索多玛有一个团契 有十个基督徒就足以阻止 索多玛灭亡 要么这个基督徒就是逃离索多玛 免得索多玛被灭的时候 他和索多玛一同被灭 这个基督徒唯独不该指望的是 在任凭索多玛败坏下去的同时 他在索多玛能够安居乐业 那是不可能的 政治手段阻止作恶 虽然不直接改变罪人的心 不直接和福音相关 但对于止入罪恶减缓社会的败坏和被神消灭 是有功效的 是合神心意的 试想一下一个基督徒 如果他被不法分子侵害 比如说被抢了 他用法律手段寻求公义的判决 是理所应当的 难道还说这和传福音无关 不该用法律吗 这个道理呢是显而易见 那么不传讲神的公义的时候 福音就失去了根基 如果基督徒为了所谓的传福音 而妥协公义 与硬心反叛神的人为伍的时候 那你传的所谓的福音 背后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 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大而可畏的神呢 还是人造的圣诞老人一样的假神呢 可见传福音 它不是基督徒终极和唯一的目标 见证神荣耀神才是 基督徒坚守公义的原则 也是见证神的公义 公义的彰显 罪恶的除灭 地狱的刑罚 也是荣耀神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支持我们